终于他正色地对着香柳点了点头,两颊飞红,我想好了。 香柳倾着笑意缓缓抬手,海贝在他们旁边打开了大大的壳,里面的羞气已经是焕然一新,以前香柳的海贝里只有一片白,用具极为简约。 现在里面有带帽做的洁白的大床,星河井做的冰蓝色被褥,水母做的发出淡粉色光晕的灯,白海断制成的珍珠白的地毯,胶珠炼成的装台装凳,小妖惊呼了一声,眼睛都在发光,香柳在一抬手,白玉被在庞大的海贝旁缓缓张开贝壳,里面是一汪清澈的有微微彩光的水。 小妖知道,海底那三十七年,她就是在这里洗得澡。 她羞涩地看了一眼向柳,你先去。 向柳眼含笑意看着她,不一起。 小妖捶了她一下,你想得美。 向柳仰头大笑,拉着小妖的手指了指白色的大贝壳,你先进去做。 她潇洒地拿了一件请衣走向白玉被,回眸看了一下,全程盯着她的小妖。 有些羞懒地快速迈不进去了。 白玉被缓缓闭上,小妖的心砰砰跳着,像是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一样。 她自认百年光阴,她看凡人结婚生子雨水欢好,已经看腻了。 可是真轮到自己这里,她又觉得睡觉这件事和之前她理解的有所不同了。 除了俗的那部分生理上的冲动,还有很多她说不出来的那种心动。 香柳在出来的时候,换了一件白色的请衣,趁得她宛若天人,一头银发倾斜而下,不加任何装饰,随性潇洒。 她抱起小妖,走向白玉被,小妖感觉到脸烧得通红,晕晕乎乎就感觉自己进入水中,温暖的水包裹住自己,白玉被缓缓闭合。 她回过神,一件一件脱掉自己的衣服,看着自己的身体,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焦虑,都说,男人喜欢腿长胸大腰细的,要肤如凝枝,白里透红。 她比划了比划,青色的身体和她认为男人会喜欢的那种身体完全沾不上边,她常常叹了一口气,也不够白,行走大荒风吹日晒的,还黑了,她有点崩溃,感觉自己选择今天,实在是脑袋抽了。 她开始打起了退堂鼓,白玉被外缓缓传出动听的歌声,鱼系连尖类,席香露,鱼打交花类,青气多,一尾连珠湿我一腰,一碗桃花占我心忧,缠得我身如烈火,焚得你忧,至天明。 夜夜如今欢好食味,朝朝如今长相思味。 她的歌声很美,和她一样,明明是两相欢好的歌谣,却被她唱得仿佛是纯美情深的情歌一般,清透如冰雪明月。 小妖感觉得到,另外一颗心和她在一起跳,一下一下,带动她全身的血脉都往心脏和脑袋上涌动。 她以海绵精擦干净身体,轻轻呼出一口气,尽量平稳呼吸,穿上那身洁白的寝衣。 这寝衣看上去简单,却是暖残丝制成,轻薄又保暖,银色勾勒出若有若无的冰莲图案。 外面响起香柳温柔的声音,难不成你要在这里躲到天明? 小妖鼓起勇气,嘴硬了一句,才没有呢,我为什么要躲? 说完打开了贝壳,她正在原地。 鱼在水中绕成一圈又一圈金色的光环,像是水中的太阳,各种颜色的水草如美丽的飘带。 随着水波舞蹈,星星沙在闪着银色和冰蓝色交缠的点点星光,亮亮于成群结队的,在小妖的身边盘旋,如同漂亮的具有生命的披驳。 香柳牵着她的手,走到了一片片红楚湖面前,拉着她的手,轻点她们的触手,顺时红楚湖盛开,站出满眼夺目的光彩,神秘静谧的湖底顺时亮如白昼,满天星河仿佛触手可得。 小妖只觉得震撼,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,大大的,亮亮的,香柳的微笑是那样柔情。 小妖沉溺在她的眼神里,不自觉心神一荡。 香柳看到她黑色的瞳孔里映衬出自己的模样,笑着抱起小妖,迈向白色的巨大贝壳。 小妖想到了她们之前在海底看到的娇人,她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,娇称了一句,把我放下来。 香柳的嘴角含着春风,不放。 她把它轻轻放在戴帽做成的榻上,小妖羞涩地看着香柳。 我们,我们现在就喝一杯和清酒吧。 香柳拿出了罗志成的酒杯,把美酒倒入其中,小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甜的暖香,好奇地问道,这是什么香? 香柳有点不好意思地开口,和欢。 小妖一梗,眼神飘忽地转移话题。 娜娜娜,那这个酒叫什么?看上去是冰蓝色的好好看。 雪鸭春。 小妖又是一梗,脸烧得通红,你是不是很有经验? 又是放香露,又是有酒的。 以前她们说,你是欢场老手,我还不信。 如今倒是有几分信了。 香柳把酒递给她,嘴角勾起,天地良心,香柳也好,防风贝也罢,此生此心,唯有小妖一个女子。 小妖知道她花心思了,只是她不知道怎么撒娇。 切了一声,心里的甜却爬上了嘴角眼角。 香柳自然看出来了,明嘴一笑。 两个人碰了一杯,香柳牢牢地盯着小妖,两个人交臂饮酒,小妖都被看得不好意思了。 撑了她一眼,此时小妖的眼角是寒娇待妹,香柳能感觉到浑身都抹了一下,紧接着是一寸寸热了起来。 她脸下眉目,贝壳缓缓在闭合,小妖正看外面的景色看得起劲,莫名其妙地看向香柳。 香柳的瞳孔已经变为暗红色,火苗在她的眼底熊熊燃烧。 小妖琢磨了一下,香柳饿了? 她轻轻扯了扯领子,露出脖梗,吃吧吃吧。 向柳们笑了一声,轻轻挑眉,你说的? 小妖点了点头,还在往贝壳外面望,嗯,你把贝壳打开啊,你真斯文,吃个饭都不许别人看。 香柳看向她的脖梗,把她拥入怀里,吻向她的脖梗,酥酥麻麻的感觉,瞬间传遍小妖身体的每一寸,围蔓落下。 她感觉她的钗子被香柳拔下,腰间的衣带也被她优雅地扯开,她才明白香柳的意思。 一阵天旋地转,她被压在香柳的身下,这床榻又暖和又柔软,像是天边的云,小妖看向香柳,醉意染得她眉目寒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